卓西乡公所暑假也举办了布农青年暑期文化营 在探索巴通关越岭古道 加新石板屋之后呢 完成围棋两天的文化学习之旅 学生们表示收获非常多 学生用力地倒小米 一旁的长辈看得很紧张 因为身趴慢了一步 小米可能会年国 这是卓西乡公所办理的布农青年暑期文化营 第一天就先来到南安部落的豆豆班 由豆豆班的妈妈们指导 如何煮布农传统的小米饭 一近年续办理第二年的文化营 乡长说趁着暑假期间 让返乡的大专院校学生们聚在一起 透过共所安排的两天文化学习 加深自我认同 这次很早 有何老师的祝福 你们上去 然后也上了一系列的课 最主要是有 西班牙的一些系列的课示 希望这个诊断课这次的安排 如何让你在今年的暑期 为你有最丰富的回忆 有些东西是书本没有办法教的 有些东西都是你要亲力亲为 亲自走一趟之后 才能了解以前我们萨莉莱老师所讲的一些文化的东西 因为我也是上大学之后开始想要去接触自己自己绝训的文化 我以前自己的文化认同感不是很高 然后大学之后认识比较多同龄的原住民朋友之后就觉得自己也要对自己的文化有认识 然后透过这次来公所公主的职训 然后就知道有这种地方 然后参加之后就觉得 怎么讲 有一种很自豪的感觉 就是觉得自己有在对自己的文化做个深入的了解 然后我觉得有所认识我才可以去发扬它宣传它 然后才可以让这个文化有所传承吧 公所特别利用暑假办理文化学习营 以两天的时间来带领学生们了解部落生态文化以及历史等知识 透过实际走访部落了解历史的意义 进而增进学生民族认同跟自信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 小双双卓西乡采访问